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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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想介紹給大家的茶葉 茶葉對於大家來說 一點都不會陌生 這些是特別有趣的 但除了有趣 她還是對身體好 我身邊兩位是小胡天的創法人 右邊是韓星老師 她在2001年的時候 已經從事茶葉的業務 另外她在2004年 在遼寧開了自己的店舖 已經13年了 另外還有一位 新入行的老闆佳哥 Hello 對呀,為什麼你們會入行? 為什麼你們會合作? 其實都是幾年前的事 因為韓老師本身是我朋友的老婆 有一次她來探望我的時候 她帶了一些茶葉給我 她也說這些茶葉有化痰自咳 也挺健康的食品 想讓我試一下 然後這麼巧 因為我本身在開餐廳 我有個同事 有些咳了病 然後她立即在現場 就用一些很簡單的器材 衝出來給我同事喝 同事喝完之後 也覺得相當舒服 日文的感覺很舒服 而且真的有些化痰的感覺 而且我又覺得這個 挺健康的食品 我跟韓老師說 非常嘗試引進來 香港賣給市民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商機 所以沒有錯過這次的機會 原來你是這樣認識的 對了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們 我經常看到老人家在曬橙皮 那橙皮和平時的陳皮 是否一樣的 兩種呢 其實你看看起來 好像樣子是差不多 其實兩種都是自然不同的東西 原來不同的 那怎樣分呢 讓我告訴你 陳皮和橙皮有什麼分別 像橙皮那樣說 其實橙皮很簡單 比較厚一點 而且果味比較香 而陳皮呢 它本身好像這樣 會比較黃 而且味道會比較清淡一點 還有呢 如果我們拿一個 我拿一個 沒有電筒 拿一點點 你看看 你就明白了 它會比較透 對 還有呢 很漂亮 那陳皮呢 它分了四種不同的金組成 首先呢 它有大紅金 二紅金 有黃金 還有小廳金 它們的功效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你買的時候 都要選擇清楚 例如大紅金 它對我們的脾胃 是相當有益 而且它化痰止咳的 而呢 小青金方面 對我們的肝 排毒 和去濕 都非常有效的 所以你買的時候 你要選擇清楚 你總體想要什麼 哦 原來你選擇 解釋得很清楚 那呢 這麼有趣的小青金 和大紅金 它們這麼有趣的樣子 怎麼做出來呢 其實呢 最主要呢 我做這個陳皮煮出來 就經過兩個不同的工序 第一個工序呢 就是灑青 針對這個小青金 做出來的 灑青過程裡面 就是會用這個高溫處理 高溫處理之後呢 它的果味呢 就是皮膚質味會比較香 會吸引人 還有你會感到很舒服的感覺 而第二種呢 第二種呢 就是一種叫山曬 就是比較有傳統的形式 做的 山曬出來的效果呢 會更加感受到 味道更加細緻 和你會感到陽光的味道 不過山曬出來 你會覺得它沒有那麼香的 但是也不要緊 因為你擺放的時間 越長的話 它的味道也會散出來 會越來越香的 除了有養生作用之後呢 例如你擺放的時間 越來越長 它也會有醫療作用 例如剛才所說的排毒 美眼、化痰、止咳 那些也會有 而且相對你擺放的時間 越長 它的價值是越高的 對呀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們 什麼問題呢 關於茶屋的問題 平時沖一些很漂亮的茶 都會用茶屋 如果家裡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 其實你家裡 平時也有些保溫壺 可以將我們的茶葉 放一點點放到保溫壺 去焗它 都可以達到同一個效果 唐老師剛剛沖好了 你需要試一下嗎 當然 這個味道 都覺得很香的果味 很好喝 好棒呀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關於茶葉和沉悉的東西 可以進這個網站看 今天時間差不多到了 首先要謝謝韓老師 和佳哥 拜拜 拜拜 這種辦公杯非常實用 那我們將茶葉打開一顆 直接放在裡面 就OK了 然後直接沖水 沖水呢 第一遍呢 我們是洗茶 它的泡茶時間 是大概在兩分鐘左右 OK 一杯茶就這樣泡好 今天再給大家介紹一款 這個保溫壺來泡茶 它是在辦公室啊 還有家裡面啊 都不特別的方便 而且它這種泡出來的茶 有一種悶泡的感覺 像我們的這個普洱茶呢 成品普洱呢 就是被悶泡出來的味道呢 和蓋碗泡出來的不一樣 味道很特別很好喝 我這是親身體驗過 所以想大家推薦 那其實它就是一顆小清乾 那我們先在外面要洗一下茶 我們可以用我們平常的杯子呀 咖啡杯呀 什麼都可以 只要能盛放這個小清乾就OK了 然後洗一遍茶 我們把它洗一遍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茶葉放到這個土裡面 一定要用滾水 用開水來泡這個茶 蓋上蓋子燜泡 等它三分鐘左右 這個一部茶就泡好了 接下來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陳皮呀 這個陳皮呢 就是說它可以直接煮飲 那它可以包湯啊包粥啊 因為它對人的身體非常好 它可以有去湿的功效 那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煮陳皮 那我們選擇一塊陳皮呢 然後像洗茶一樣 我們要洗一下茶 那我們在這裡就是洗一下我們的陳皮哦 因為它在存放過程當中 還是有一點點會粘灰呀 洗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糊裡面 就像這樣薄 然後就煮它了 這個煮起來水開了之後 顏色就會變 然後變到差不多這個顏色 就已經很可以喝了 煮起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滿屋子飄香的 很棒嘛 尤其像這種老陳皮哦 謝謝